今天中央合作新生冷村 基本为期两天的传号联合文童会 这是冷村三部落 除了每年完蛋过七年以外 最重要的部落联会活动 每周平常在外面打拼的旗面 都会探到机会 回到部落进行一场文童交流 也就此处给大家联络感觉 球赛打得很极烈 也插入了这座运动会的流着气氛 人爱向华座新生冷村 今年一度的传号联合运动会 在纳球比赛中流着电锯 你去看这个线 还有这个箭头 然后最好你的线是在这个箭头的左边 除了纳球 传统夏季也是这几年来 一定会基本的比赛行动 尤其这个传统夏季 也是贪机会将技术团生 给部落少年一杯 对这两串三的部落的技术来说 串好联合运动会是相当重要 就算都需要没看来技班 技术也认为很有夷端 虽然没有参加 就是来看一下他们一些活动 我们就是一直来 每一年的都是两天的时间 来做这个运动会 因为也喜欢热闹 会碰到一些朋友 同学 久久看到一次 其实都去牧场的话 其实村民都还蛮 蛮就是乐意的就是 因为都是等于说都会一起来参与这些活动嘛 那就是蛮乐意的就是捐一些木款的 算一年一度 除了元旦之外 这算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因为我们慢慢长大 然后大家都会去外面工作 所以不管你是排假还是休六日的 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个时间点 然后都会排出时间来 然后一定要参加 像我今天其实本来是要上班的 对然后我就请假这样 因为当然除了运动之外 最重要是可以见到好久不见的朋友这样 今年的运动会 要来了一位冬奥乌兹别克的朋友 头一桌体验传统赛金和暴露文化特色 令他感觉是非常特别 当地以泰鸽和赛德克为主的旗民 每年元旦过年是英雄重要的选拳 除了元旦以外 英雄中时的都要算是穿好联合运动会 很多族人是特别称咖等来参加外党 也趁机连络感情 当时也有参加中 要来到元旦过年 做好庆祭准备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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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